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在周四晚上宣布了新的封闭措施 自星期五晚上起 在多个省份包括法兰西岛实施隔离为期四周 尽管没有提到巴黎的名字 但是市民还是按捺不住了 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在网上查询火车票 目标是在该措施生效之前 以最快速度离开首都地区 著名的巴黎人外逃现象再次回归 因为区域间的旅行将受到限制 除非出于必要或者专业原因 否则将不再可能从红色区域转到绿色区域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最后的旅行机会 在wego sncf网站上 许多从巴黎出发的火车票已经受庆 特别繁忙的线路是去博尔多 里尔 布雷斯特 瓦那 拉罗谢尔 雷恩 南特 圣布里厄 甚至圣马洛和比亚里兹的线路也非常热门 需求的暴增导致的结果就是 在某些线路上剩余车票价格飞涨 分分钟超过了100欧元 在第一次封城期间就出现了巴黎人大出逃现象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巴黎人 在3月10号至26号之间离开了首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